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前段时间,台湾下水了一艘自己制造的潜艇 这艘潜艇被命名为海坤坤号 弦号711,这也标志着台湾海军在努力了几十年以后 终于也算是在这个领域有了一个突破性进展 事实上,这艘潜艇的设计风格并不落伍 那么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的技术支持呢? 台湾海军使用潜艇进行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已经很久了 早在三十多年前,他们从荷兰购买了两艘老旧的奇遇级潜艇 奇遇级是一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研制的潜艇 也是最早水滴型潜艇的引领者之一 在七十年代还算是一级比较先进的潜艇 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该型潜艇的性能已经开始落后了 加上在荷兰出售给当时的台湾政府两艘奇遇级之后 中国就其他国家对台军火贸易,开始了外交反击 从这以后,全世界各国都不敢向台湾出售潜艇了 包括美国在内也没有向台湾出售过潜艇 在这种大背景下,要继续贯彻不对称的海战策略 潜艇又是不可或缺的海军舰种 那就只能把期望放在自己建造上面了 为了实现制造潜艇这个梦想 台湾政府也的确做过不少努力 但潜艇的入门技术较高 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的成果也仅限于能够造出艇体的部分分段 其他的子系统那些基本停止不前 台湾一直没能造出整艘潜艇 除了子系统以外,还和潜艇焊接技术 基本是靠技术工人手工和经验有关系 再次向自研潜艇的方向发展 所需要的工艺和经验 台湾方面掌握的并不到位 进入21世纪以后 随着自动焊接技术 监测技术以及制造设备的发展 这对于潜艇制造的难度也降低了 至少焊接的技术已经更新换代 因此台湾也借助这个机会 因此潜艇也迟迟也没有进展 海昆号就是这个背景下的成品 这次台湾方面不仅仅公布了下水时的照片 甚至还公布了建造过程中厂房内的监控视频 这大概也是和大陆进行示威 说大陆可以通过外交途径 去阻止台湾购买潜艇 但没法阻止台湾自己生产潜艇 那么这次刚下水的海昆号潜艇性能如何呢 这需要进行后续的海事过程才知道 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入服役还为时尚早 我们可以通过外观 先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这艘潜艇在外形上面 还是有着不少荷兰奇余级的影子 毕竟使用了这么多年 比如说挺身的外形 侧面的排水口 这种设计风格看上去并不算十分先进 此外围壳跟挺体的衔接处甚至都没有填脚 这是工艺技术的问题 但是它的外观有一处十分明显的改动 在于它摒弃了其余级的十字舵设计 转而使用了X型舵 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 X型尾舵肯定比十字型尾舵的操纵性要更好 这就保证了 万一出现一个躲出现被掐死的情况后 其他三个舵仍然有一定的角度 进行调节作用 使潜艇在水下保持一定的机动性 而不是像十字舵那样没法操纵 把不同的分段焊接成完整潜艇 但X型舵在安装角度上 是非常严格和精细的 目前解放军的潜艇仍然采用稳妥的十字舵 而有消息称海昆级的技术来自于日本 是由日本三菱公司船务提供技术支持 因为亚洲范围内 使用技术最成熟的X型舵的使用者 就是日本 还可能会开发出 这种X型舵舵是美国最早进行尝试的 但是最后开发结果却是在欧洲 瑞典、荷兰、德国的潜艇上 几乎都是X型舵舵 后来亚洲的日本苍龙级舵舵 也开始采用X型舵舵 所以作为一艘新造的潜艇 肯定也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尽可能用上最新的技术 所以美国虽然是X型舵舵的开创者 但是美国自己的核潜艇 却不怎么使用这种构型 反而是长期使用木制型舵舵 这可以算是十字尾舵和X型尾舵的混合 但是从最新的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开始 美国也使用上了X型尾舵 可以说这也算是潜艇的潮流了 此外海昆号 目前披露出来的具体数据并不多 停长在70米左右 宽8米满载排水量约为2500吨 潜艇舰体结构 估计是采高强度的Sharla 80型钢板 提供方也很可能是日本 要不就是美国 这使得该艇体最大潜身可以达到300米 潜艇的眼睛部分也就是声纳 估计也是美国货 在2020年的12月中旬 美国对台出售了数值声纳系统 而且还颁发了出口许可证 因此台湾这艘潜艇的声纳 在性能上并不算差 但是在种类上可能并不完整 比如说这一艘潜艇 是否具有拖液阵线声纳 还存在疑问 目前还需要持续观察 从当天发布出来的视频看 并没有详细的尾部附近的视频图像 因此不敢肯定 海昆号是否装有拖液阵线声纳 因为此前也有消息说是没有装的 如果海昆级连拖液阵线声纳都没有 那么它的探测能力确实会比较弱 这跟大陆海军的潜艇 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海昆号是不是使用AIP技术 这个目前也是众说纷纭 不过大概率可能是没有的 这也导致了 就算它的水下支持力肯定不足 它的武器系统 可以知道是完全由美国落马公司提供 有可选择的 MK48Mod-6重型鱼雷 潜射鱼叉反舰导弹 最多装载鱼雷和潜射导弹数量是24枚 鱼雷是属于MK48的最新型号 这在铜口鲸鱼雷中性能算是很出众的 台湾海军会用潜艇携带水雷进行防守 需要紧急上扶 雄风二巡航导弹的潜射型用来对地攻击 虽说台湾的潜艇数量非常少 很难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它的最大作战任务 估计就是在真正爆发台海冲突的时候 寻找解放军两栖作战舰艇作为目标下手 或者对解放军的后勤补给节点 进行攻击干扰军队的登陆作战计划 尽可能加大伤亡 总的来分析 台湾海军这次下水的海坤号常规动力潜艇的技术 与大陆海军30年前服役的039型 技术水平相当 不过鉴于台湾可以研制出潜艇这么复杂的武器 也算是台湾的一大里程碑了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微知领域的惊人揭秘